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育成有时被人觉得他比较开明 当然去到那些位置他一定要跟着党的路线 你自己怎样看曾育成这个人呢 你觉得他以前是否有可能和北京都说过 他自己是不是支持政党政治发展 他是不是会解释这些东西 因为他的话说可能比煲胎更好 我想他有些优势 我想在政治忠诚独隆可靠里 他可能比煲胎更高 因为几十年的左派背景 他整个家庭都是 现在有一个更好的位置 你是一个议长 你是一个政党核心成员 所以我想无论哪个角度来说 他都是一个适当的人选 但是曾育成的政见我很多不太同意 特别是在民主发展上 最大的问题是左派人士 你看不到他的真正想怎样 可能他心里是想推又好 但在关键位的时候 他们又不太介意推翻以前怎样说 以前公开地选举承诺 所以我只希望他对自己诚实些 这个就是你看到的局 这个就是香港应该怎样走 有些勇气去说出客观的分析 但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要求 你和我都不知道 因为他在三百门说什么都没有人知道 但你说起有件事 就令我想起 有时有些外国人来找我们聊天 我相信你的学者都有 有一次我就问那个人 我就说你找我们聊 我问你有没有找他们那边谈 他说没有 我问你为什么不听他们的意见 他说他们不会说真话 你说很惨 人家外国都知道 他自己不是自己的主人 他心里真的想一些 他不会告诉你 他只是会说 阿爷画了个圈的位置 他说我不用听他说 我觉得近年 趋势吴丹者 说不说真话的问题 二是他们不太说话 不说话 不是很肯出来 例如你看到论坛 有时很惨 例如就算说政制 全部清一色的泛民 我想主办者都不想 都想有不同的意见 有时变了不同意见 他可能就找学者 所以有时都问 你当我反派 或者是有很多就事 譬如我们今年 我去讲七一 讲台湾七一游行的启示 没有一个建制派肯来 直接找到最下一分钟 我才知道 他才找到尖培中 尖培中 怎可以代表港片 所以整个阵营都收口 一闭嘴 好像我们前几天 和你一起去科技大学 又是一个都没有的 所以其实他们 尤其是有时传媒那些 譬如电视 其实电视搞论坛就很少 但有时电台也好 他就找几个 我找他 他就不来 令到那个传媒就说 那我没理由被你说完 那怎么就抓到 那他们就最开心了 那你就不谈 大家没得谈 你说做从政 搞到这样 是不是很悲哀 特别对港台这些很惨 你知道他们比较好严 要平衡 所以今年施政报告 他找了一个官来说 我都很奇怪 以往施政报告 即日的评论 就找几个学者 议员各样 今年是找了我 邵永青 和梁卓偉 我们家里有梁卓偉 来观解释政报告 因为以往都不是这样 总而知 我觉得 曾荫权的班底又这么不堪 保皇党那里又不知道做什么 又现在就整天找个洞 想捐下去 那你怎样令到香港可以 继续发展成为一个 国际的又金融中心 又什么创意大都会呢 你觉得是不是 其实是很多问题在这里 我现在最大的恐惧 就是这个政府余下的两年 是完全没有一个管治的决心 你经常说两年 他应该多过两年一点 不要遭 不要遭 有些人就说他可能头痛 更少一些 就是余下任期里面 他没有了管治意志 可能他觉得说 我说什么都被人骂的 不如做稳稳稳稳 不要这么多 不做不错 而有些可能有心做事 局长可能都说 不要想这一届了 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犯错 我下一届还有一环 希望如果党党做多 可以让他继续吧 所以我常常最怕 他什么问题都不解决的时候 但有些问题是积累了 你要解决的 比如说医疗融资 这些争论性大的问题 或者未来公平竞争 这类的问题 我希望政府守承诺 不要再拖了 但是现在这样的管治威望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可能都是再咨询 各样 有一个例子就是 湾仔的会展 你看到有几段意见 有些人士 我相信有很多利益在这里 想他发展的 想他扩建的 这样就整天走来 立法会又找我们 这个贸易发展局也都很同意 但是其实他们和新世界的关系 大家都很担心的 但是你政府又有份 斥肢在机场 搞出一个这么大的展览馆 那个也都不够客 那你有什么理由 不让那些客人去那边 而是这里还要在湾仔 又说不知道在巴士站 又说要把运动场搬走 来去建 那曾庸权还走出来说这几个月 他说这个是他的梦想 是要搞 但是那边那些人就吵了 那现在整天走着来找我们 但是有些议员在施政报告辩论已经吵了 喂 这个会展发展不够了 快点做了 你干嘛现在果足不前 但是他就停在这 现在问题有时 我们当然要咨询要讨论 但是去到某一个位置 政府要拍板 你要政府的角色就是平衡不同的利益 拿一个方案你觉得最良接受 我觉得有时政府现在是不敢下这一步 因为各方面都吵 不如这样再拖一下再说一下 但是问题会越积累越大的时候 可能那个选号其实最大 这个是我最担心政府的管治决心 决策能力的问题 这个我同意 但是会展这里肯定非常争议 我们民主党也都说 你看清楚 而且我觉得最急要做的事情 就是填满了机场那边先 如果你机场都爆了 你去想我觉得是很有理由 机场那个位置多大 当然你会说 车的机场很不方便 如果是这样 你初初不要在那里建 你建了 你和别人一起合训 你现在就当人家死的 你又在那里搞 我相信新世界各有很多利益在那里 所以现在这样吵 我相信林吴慧南局长也很烦 另外有一件事 又是他的 又是林吴慧南 就是香港电台 这个香港电台 2006年已经找王应事来搞个报告 2007年拿出来 然后说会咨询 然后自己关门 几年 到现在 最近拿出来 说不用咨询了 用一个政府部门 的香港电台去做公共广播 哇 那你当我们个个白痴吗 那你说 那现在两个月 自己拖了四五年 给人家两个月去咨询 那你现在说做 那你香港电台说 你应该开心 你要地有地 要人有人 但是这个对香港发展是不好的嘛 不过说香港电台 有点意外 因为那次特首见学者 咨询报告那次 其实我们有提过香港电台 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解决 那他还在那里有点发火 他说 那么简单的吗 不就是说 要那么方便解决 那么容易就有个方案 那一转头 两个星期 他就有个方案 你说他是不是有些 可能他见到我的火灯 每一次见到他 我都说是香港电台 你们 为什么你这么紧张 你是什么背景 你是不是撑港台 我不是 但是我们新日亮 是有一个看法的 你的看法是 就是说希望他自己脱立出来的 就是独立了出来 就做一个公共广播 好我们在这儿停一停 待会回来继续谈